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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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飄和不停 是存在天邊雲海 找不到路徑去崇拜 不帶澎湃 不帶悲哀 而我是大海之中長洋的船 在海上出著迷的未來 遠方身影在母海 I will follow you through the night 是大海的地平線 衝破所有的外海 survive Get in the dark Be in the light I will shine 雨滴的雨 射 我愛你 誠愛你 出門 你快點 好 所以也不知道打个招呼吗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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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我家什么地儿啊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抱歉啊 昨天喝多了 打扰了 等一下 你还知道你喝多了来了 你又记得你喝多了说了什么吗 别离我这么近 我离你记得怎么了 昨天晚上你忘了吗 你可是离我更近啊 看来我家从此以后啊 应该多备一点酒 像你这种口是心非的人 只有喝了酒之后 才会说真心话 是不是 是 我什么都没说啊 没有吗 没有啊 那天早上的事情 我向你道歉 但是你要知道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穿过的衣服啊 谁想穿你衣服 你还真是绝眼啊 你还真是绝眼啊 等一下呢 去你上班地方把工作辞掉了 我已经跟公司打好招呼 给你安排了这位 休息两天 过来报答 工作是我自己的事情 用着你管 你昨天喝多了 你昨天喝多了可不是这么说的啊 我 你说我 好怀念在同事上班的时候啊 我好想回到你的身边跟你一起工作 每天看到你 我好想念你 不可能 绝对没有说过这个话 不要那么着急地拒绝我 好吧 我承认 我不讨厌你 甚至对你还有 还有那么一点点的 好感 不过 不过 可能是我最近 太累了 也有可能是我最近头晕 所以 还没想清楚 可能 是我的错觉了 就这么一点点 好感觉 比这 再少 那么一点点 张曼君 我跟你三天时间好好地考虑清楚 然后你认真地回答我 但是在这个期间之内呢 你不要着急地拒绝我 你是什么在 besten 相常 很危险 És 像夏柯 嗯 早晓晓by79 可声 都不用了 你ub 不要这样 借记我 coq fe 走了啊 你看看 看看有你喜欢的吗 有喜欢的尽管拿啊 有排骨 我们这碗包排骨汤吧 好啊 在国外啊 我最想念的就是阿姨做的排骨汤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 你和卓瑶总是抢着喝完我包的排骨汤 其实她每次都让你走 是吗 要不然今晚你教我怎么包 看看能不能尝出来 好啊 就你鬼主意多 我教你啊 没事了就赶紧回来 做了你爱吃的排骨汤 对不起啊妈 今天晚上我还真有事 就不回去陪您吃饭吧 好吧 我们先开饭了 阿妹还没回来呢 不管她呢 我们自己吃 她晚上还有应酬 不过她说了 结束之后尽量赶回来 但是你也知道 说不准几点的呀 算她没口福 我真是羡慕老叶啊 有个女儿当贴心小棉袄 多好啊 哪像儿子 都是白养的 忙的时候 一个月都陪我吃不上一次饭 让她忙她的 以后啊 我陪您吃饭 那我们可说好了 我找你爸 好好说说 赶紧把你嫁过来 家里有个人惦记 他就不会光忙着工作了 对吧 看来佟夫人的汤 也不是很受欢迎 看来佟总的饭局 结束得也不是很晚嘛 这么长的头发 不会是你的吧 我看一下 这个头发的长度还有弯度跟你一模一样 骗谁呢你 从小到大就没有骗到过你啊 谢谢 你过来就为了给我送汤 要是如果 我回得很晚呢 你说呢 还不得等着啊 我第一次做汤 你不回家喝 我只能勉强送来了 我走了 佟总的家就是不一样啊 看来你真没有做厨师天分啊 还是好好当你的公主 知道吗 走 送你回家 怎么了 你连白水都不给我喝啊 多多姐 你赶紧帮我想想办法 我怎么跟佟总要解释呢 你别交情啊 这种机会别人想都想不着呢 你还在这儿爱生叹气了 就算是我不讨厌她 可是 我也 我也没打算跟她在一起啊 看 这双鞋跟我的衣服搭搭 完美 好 那我就穿这一身 我一块儿去见袁志明了 来不及我 见袁志明 她总继续回来啊 昨天谁跟我说不要的了 你应该恭喜我 结束了这种单身又无聊的生活 我就是喝酒 随便跟你说说呢 你也信啊 小伙子 我就不应该跟你喝酒 你喝完了呢 就是放眼下 我呢 我旁边家里去吧 睡在沙发上 怎么办 这就是用人自饶我跟你说 她是谁啊 她是佟卓瑶好不好 又帅气又多金 又专一 你跟她在一起不好吗 好过你一个人吧 再说了 那天宴会上 我一看到冯伯伯那样 我就来的气 这个黑锅我们不背 你扬眉吐气一回给她看 不是 就 别不是了 我来不及了啊 拜拜拜拜 好好享受 好 彭卓瑶 最后还是没和博瑶 签这份合同 真让俊杰说准了 幸好我们撤得及时 才没被彭卓瑶怀疑 只是博瑶这次损失大了 冯伯伯自以为是 以为签了合同就铁板钉钉 提前备了一大批货 把资金都压了进去 现在就满世界转下架了 只是可惜了这次机会啊 原本想借着博瑶打击同事 没想到冯伯自己倒掉坑里了 出这么狠的招 可不是 童卓瑶的行事作风 冯伯伯这个棋子 恐怕是不能再用了 恰恰凶犯 让他们欲望相争 我们才能得理 你想当渔翁 只要能让冯伯伯明白到 童卓瑶并不是想跟他 签这份合同 而是想让他把所有的钱 都搭进去 他明白到了 我们就可以坐等看戏了 这口说无凭 冯伯伯能那么轻易上当吗 他会相信啊 因为他心虚 叶也不归宿 你还知道回来啊 怎么是你啊 跟我出来一下 喂 林伯伯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 我还是比较喜欢听你叫我腾先生 你这也非法挟持你知道吗 你要驾个停车 我要跳车了 你怎么那么喜欢跳车啊 跳啊 你不是过生日吗 我带你去全份力 我已经过完生日了 再说 你不是已经帮我过过生日了吗 披萨蛋糕 拉火机浪着 这算什么生日礼物 其实 你不能送我什么生日礼物 我没有这个必要 老板军 咱不是说好的吗 不要那么着急拒绝 三天的时间还没到呢 你都是这样吗 冲到别人家里 把别人拉出来 然后强迫别人 要按照你的安排 还拒绝什么生日礼物 我已经很久没有送过你的礼物了 我不知道送你什么合适 我更不想被你拒绝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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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去上个厕所啊 李哥是不是病了 这一会儿工夫上好有趟厕所了 是吗 电单 我去坐 不是 你怎么把我的车开走了 万一怎么把我的车开走了 我的车刹车不灵了 你怎么不早说呀 快走 其实你不用扶我的 我没事 走啊 我现在很认认地跟你说一下 这工作不能做了 必须要辞掉 不是说了三天吗 时间还没到呢 你现在浑身都是伤 胳膊上轻一块紧一块 你怎么工作呀 好吧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不会去同事工作的 更不会辞掉工作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你没有权利干涉 继续 哎呀 我的腿呀 累死我了 我说呢你这个人 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没事跑去送什么外卖 回头找个机会 还会同事上班去算了 我跟你讲 要是凭我自己的能力呢 我当然愿意了 可是同事的法务 都已经外包出去了 他现在开心了 随便给我安排个职位 那这 这跟师傅给我什么区别呢 是不是 他不开心就要把我赶走 那 那我算什么呀 我现在呢送外卖 虽然说辛苦一点 但是我很开心啊 我自食其力呀 我有安全感啊 对不对 你说什么 安全感 一个佟卓瑶在身边 你居然感受不到安全感 多多姐 她就那么值得信任吗 我是喝醉了乱说话 可是她呢 也许只是把我当作调剂品呢 对不对 你这个人啊 就是太较真了 和谁会会是过呀 就是组团大怪兽嘛 那我也要好好生活下去 对不对 等我把臣服的案子查清了以后呢 我还是要做回律师的 老爷 请您慢用 这个鱼就是你让老林找人 专程去渔村买过来的 对啊 因为这儿的鱼没有鱼村的好吃 很好吃 很新鲜 那你该收收心了 对 我正好跟您说这事儿呢 我已经想好了 我去鲸盒 你不想要做什么 鲸盒太小了 你换一个吧 鲸盒虽小 但是它所有业务的范围 都是跟同事密切相关 所以我现在一个小小的鲸盒 足以让我对抗整个同事 足够 好 那我找老林安排了 不用 我还是 堂堂正正的头捡了一面试 没问题 再说您把我藏了这么多年 不就是不希望别人知道我是谁 那依你好了 那边把大话说完了 连面试的门槛都借不了了 行了 一年吧 就一年 一年我就会送上 金河的第一把交易 来 来 来了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呀 到底是我什么人啊 有什么权利对我的生活 持手滑脚 我给你选择的机会了 是你不选的 我只有帮你选择的 不 我不希望你找工作了 等你的腿伤好了之后 来我的公司上班 你在我的身边工作 这样我才能够安心一点 谁做呢 佟大少爷 你对我挥之急来 忽之急去的时候 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工作呢 我自己会找 用不着 我只是关心你 我有什么部队的 用不着你关心我 这是我自己的生活好吗 请你尊重我 我来 多多让他们检查过来 你要注意安全 下班了 我过来接你 不用了 餐天已经到了 我已经拒绝你了 你不能拒绝 麻烦一下 走吧 我约出的飞机到堪培拉 我会帮你们网易考拉海购 澳洲分公司的所有同事 带礼物的 最近辛苦你们了 等我和斯蒂芬签约之后 就请你们吃大餐 回来了 曼君 简安 真的是你啊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你怎么 回来有些日子了 还没来得及约你呢 刚好你交外卖交到我店里来了 所以就给你送来了 你快进来 快进来 曼君 喝水 谢谢 今天在忙什么 我现在是网易考拉海购 澳大利亚采购部门的负责人 现在网易考拉海购 遍布全世界 在我澳大利亚旗下呢 一共有三十人 虽然每天很忙碌 但很充实 我很感恩 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 没画是苏生画的吧 对了 你跟苏生 我接个电话 你好 斯蒂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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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啰嗦什么呢 你快点 我都饿死了 曼君 要不然你先回去 我待会儿还有事 不好意思啊 好 那我们改订阅 我皮肤干送和面膜给我吧 等了好多天终于寄到了 我觉得啊 袁志明现在可算有点良心了 知道冬天冷 等我皮肤干 说明他心里还是有我的 没听说秦安还有个弟弟 弟弟 哪是什么弟弟啊 是毕苏生白俭的儿子 白俭的儿子 嗯 静安和毕苏生离婚了 去年的事 离婚了 不会吧 竟然可是追了毕苏生整整四年 好不容易才修成正果的 可不是吗 当年我们可羡慕了 一毕业就结婚 可是这好日子根本就没过上几天 听说毕苏生 跟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女人在一起 硬是把静安给抛弃了 他是不是也瞎呀 怎么想的 竟然那么好的一个女孩 是吧 换了你你也受不了吧 可是人静安可厉害了 丈夫拱手于人 还帮着那个老女人养儿子 之前吧 看静安柔弱弱弱的 现在可不是了 一副女强人 在一个什么地方上班 我还买过他们家东西 我看一下 就是这个 他们俩东西还挺好的呢 难怪静安一直在逃避 她心里给了多苦啊 毕苏生 把一个柔柔弱弱的女生 硬是变成了一个女前 这么写灵灵的例子 放在你我面前 我跟你说啊 女人真的不能有爱营水宝 万一有一天 那男的跑了 那该怎么办啊 这一点呢我想特别明白 所以我觉得 爱自己才最重要 我呢 就是要把自己 这么美美的 谁会为了分开采取爱呢 谁都不爱也挺好的 你呀 千万不要想太多 就乖乖听我的话 搞定童卓杨 我还是OK啦 我才不会为了爱 才犯傻 不用了 三天已经到了 我已经拒绝你了 你不能拒绝 麻烦你教一下 走吧 可门君我告诉你啊 你的拒绝我不能接受了 你做我想一个更好的借口 外公对我不放心才也坚持我 对吗 外公的身体不太好 林叔叔 有些事情没有必要让他知道 这么多年 都是老爷爷一个人趁着重视 好不容易把你盼回来 你又是自作主张 好 我真的希望您能理解他 林叔叔 我不光理解他 我还会完成他的心愿 我不会让他失望的 明白了吗 其实老爷 对 担心怎么回事 你平凡接触的这个姑娘 和同桌瑶有这密切的关系 林叔叔 我自己封销 小声 是你 好巧啊 是 好巧啊 真的是太有缘分了 所以是再给我四季会请你吃饭了 当然 那么有缘分的话 必须得吃 我请你 我突然想起来了 云正明找我有事 我先走了啊 你俩慢慢吃啊 多多 你 你没说 我 我请你 好 你看你混的 连个陪你吃饭的人都没有 你比我好不到哪儿去啊 你别提了 我这次去加拿大 我妈 多有人啊 喂 对啊 我们还在餐厅呢 好 行 过来吧 那我在这儿等你 一会儿就见了 拜拜 他不是跟曼君在一起吗 谁知道 说说在商场散了 要来找我 我现在过去找你 我喝 多姑娘不是都走了吗 你等我一下 马上 痛 你自己慢慢吃吧你 你行不行了 好 不是出来吃饭也要跟男朋友报备一下吗 没有 我开玩笑了 来 我也没有什么男朋友 点菜 不用看价钱 随便 你不用过来 我自己能回家 其实网上 网上那些都是骗人的 胡说八道 我从来不信网上说的 好吧 我也不想解释什么 没有任何必要解释 很无稽 为什么要解释呢 我能不能给你提点小小的建议 嗯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 你每天在这儿东奔西跑的 在给人家送外卖 太难过了 这不是你干的活 你上了那么多年的大学 你有这么好的学历 你为什么要去给人家送外卖呢 而且你不是告诉过我 你曾经是 你在贸易公司拾许过 对不对 其实我现在这种情况 刺客要明年了 拿到这儿再说吧 其实我主要的业务方向 就是涉外经贸法 可是聚起了业务 我也不是很熟悉 没你想那么复杂 很简单的这个事情 首先不用等到明年的四月 其次 跟你说你也不懂 我呢也正好在找工作 咱俩性质差不多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如果有一些 好的资源 我分享给你 然后你去试 当然你要有好的资源 你也可以分享给我 我们可以 交换一下好不好 你进 来 不好意思啊 喂 你在哪儿啊 我在四楼 我上个厕所 不好意思 我刚刚接了一个电话 家里面有点急事 外公找我 当我买过了 这 没关系 下次你请我 我等着你 反而你欠我一次 好吗 那下次我请你 下次你请我 那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对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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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还没有想好借口之前 先不要着急拒就完了 我只是送你回家日 再见 好 抛弃我的人回来了 你就是狗药吕洞斌啊 我明明是成全你的人 还成全啊 我怎么样啊 就那样呗 饿死了 你不是减肥吗 有没有看科学家的呀 科学家证明 吃坚果 不但可以美容养颜 还可以减肥 好看了吧 你怎么又改去贸易公司啊 童药把建议都给收买了 我带上去啊 多尴尬 反正之前啊 在博雅的时候也算有误然 戴上杰说了 这也算是有贸易经验吧 所以我就想试一试 我可算听明白了 左一个戴金杰说了 又一个戴金杰说了 又一个戴金杰说了 那童主要怎么办 多多 我已经想得清楚了 就算我喝多了 跑过去跟她说得真心话 就算得当真了 可又能怎么样呢 我现在也不想再谁在一起了 我只想要靠自己好好的活着 我得堂堂正正地站在彭彭的面前 对不对 不能再逃避现实了 是 而且我要赶紧找机会啊 去跟童主要说清楚 别 这一点 你得听江湖老手多多姐的 童主要 戴金杰 我觉得呢 你应该在这俩人中选一个 我 我来给你分析分析啊 戴金杰 一看就是喜欢你 你别告诉我 你没看出来啊 他那脸 完全摆在脸上了 童主要呢 虽然平时冷冷酷酷的 但是呢 你们俩也算是 磕磕盼盼 搞出了点孽缘 再说了 童主要 又帅又多精 我觉得 比戴金杰那个小白脸强 林安 你都这么说了 我得赶紧找童主要把事情说清楚 别呀 干嘛这个时候说呀 你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拨 对不起 通了 我跟你说 听我的 这事还两天 周末的时候 童主要不是说了吗 要带你去参加一个酒会 他可是第一次公开带女伴出现呀 这个时候你千万别拆他的台 别让他难堪 我 听我的 你就算是陪他把这场戏演完 人家好歹帮助过你啊 听我的 听我的啊 不准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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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有酒会 你跟我一起去 不准反悔 不准反悔 周末晚会的邀请函 这次规模估计比上次大 人多也杂 老爷说 你就不必乔装成服务生了 对 风拟失败 离了 你怎么会就这样 那她们还应该是 你自己去 那arle 这童少爷写女伴儿出席 他得伤多少女伴儿心啊 你还让我把消息放进去 那我这酒会还能开成 我才不管你什么酒会呢 我只是不想让曼君尴尬 那你可得想清楚了 冯博文又可不得了 他可能会去 谁没有过去呢 欧菲的事情 曼君尴算他没有说过什么 但这次可他要主动来找你 你记不记得你跟我说过什么 知知知死地而后生 你就不怕他最欧慕之意不再久了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 这些有可能也都是你一厢情愿 其实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他大多数的表情都很忧郁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跟我在一起不开心啊 但是现在我也开始怀疑我自己了 你知道原来女人在我心里 都是一些薄清寡义的寄生虫 只要她们得到自己想象的东西了以后 就会非常冷血地离你而去 那照你这么说 你觉得软弯军不是这样的吗 人家很不一样 他颠覆了我很多的想象 甚至有的时候 他让我感到震惊 正明 我想试一下 两个童谣受伤害的人 也许包在一起 可以彼此温暖 好 那就为彼此温暖 干杯 好 蓝军 你这个时候说我不去了 你是不是存心让童谣难堪嘛 我要是去了 不就再也解释不清楚了吗 私下和解和当众出丑 您觉得那个更严重呢 是吗 喂 怎么样 还合身吗 等一下我要开个会 然后让激动接你 一会见 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我经历过风雨的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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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遇见彼此 是我们遇见彼此 像你的呼吸伸透心底 像脸的折服在深夜里 每一次的出击 为爱留下痕迹 最亲爱的你 在心里 命中注定是你 多远的距离 爱所有随行 最亲爱的你 我确定要勇敢不放弃 哪怕我们与全世界为敌 Wherever you go Whenever you go We'll be with you 天涯海中 不容你 天涯海中